第八十六回宋宫明大战独鹿山卢俊以兵献青史玉 诗曰莫城区区致力于天公园自有城楚 谢玄贞得秦王纪照阔图能读复书 青石兵如沙上燕 幽州势若府中于 拜军损将身堪溃 辽主行当坐献车 话说贺统军姓贺明重宝 是大辽国中误言统军部下副统军之职 身长驿仗 力敌万人 善行妖法 十一口三尖两刃刀 见今守住幽州 就行提督诸禄军马 当时贺重宝奏郎主道 奴婢这幽州地面有个去处 换作青石玉 指一条路路去 四面尽是高山 并无活路 沉拨十数其人马 引这伙蛮蛮子直入里面 却调军马外面围住 叫这司前无出路 后无退步 必然饿死 勿言统军道 怎生辩得这司闷来 贺统军道 他打了俺三个大郡 气满至焦 必然想着幽州 俺这里分兵去诱引他 他必然成事来赶 引入陷坑山内 走那里去 勿言统军道 你的计策怕不计事 必还用俺大兵扑杀 且看你去如何 当下贺统军辞了国主 带了盔甲刀马 引了一行不从兵足 回到幽州城内 将军点起 分作三队 一队守住幽州 二队望瓦州 济州进发 传令以下 便驱前两队军马出城 差两个兄弟前去领兵 大兄弟贺差 去打霸州 小兄弟贺云 去打济州 都不要赢他 只杨书诈败 引入幽州境界 自有计策 却说宋江等守住霸州 有人来报 辽兵侵犯济州 恐有疏失 忘掉军兵救护宋江道 既然来打 那有干霸之力 就此机会 去取幽州 宋江留下些少军马 守定霸州 其余大队军兵 拔债都起 引军前去济州 会和卢俊义军马 约日进兵 且说翻将贺差 引兵霸州来 宋江正表军马出来 却好半路里接着 不曾斗的三合 贺差引军败走 宋江不去追赶 却说贺云去打济州 正迎着忽颜拙 不战自退 宋江会和卢俊义 一同上仗 商议攻取幽州之策 无用 诸武便道 幽州分兵两路而来 此必是诱隐之计 且未可行 卢俊义道 军师错矣 纳斯连输了数次 如何是诱敌之计 当取不取 过后难取 不就这里去取幽州 更待何时 宋江道 这司士雄力尽 有何良策可施 正好乘此机会 虽不从无用 诸武之言 引兵往幽州便进 将两处军马 分作大小三路起行 只见前军报来说 辽兵在前拦住 宋江隧道军前看时 山坡后 转出一标造起来 宋江便交前军 百开人马 只见那帆军帆将 盖地而来 造雕旗分作四路 向山坡前摆开 宋江 卢俊义与众将看时 如黑云涌出千百万人马相似 簇拥着一员大将帆官 横着三尖两刃刀 立马震前 那帆官怎生打扮 但见 头戴明霜兵铁盔 身披耀日连环甲 足穿抹绿云跟靴 腰记归背酸泥带 趁着锦绣飞红袍 执着铁杆狼牙霸 手持三尖两刃八环刀 坐下四提双一千里马 前面引军旗上 写的分明 大辽副统军贺冲宝 跃马横刀 出于阵前 宋江看了道 辽国统军 必是上将 谁敢出马 说由未了 大刀官胜无起青龙掩月刀 纵坐下赤兔马 飞出阵来 也不打话 便与贺统军相并 正似两条龙敬宝 一对虎征参 一来一往凤翻身 翼上一下鸾斩翅 刀斗刀 蹦树掌寒光 马荡马 动半天杀气 官胜与贺统军斗到三十余和 贺统军气力不佳 拨回刀望本针变走 官胜咒马追赶 贺统军演了败兵 奔转山坡 宋江便调军马追赶 约有四五十里 听得四下里战鼓齐响 宋江急叫回军时 山坡左边早撞过一标翻军栏路 宋江急分兵营敌时 右手下又早撞出一只大辽军马 前面贺统军勒兵回来加攻 宋江兵马四下就硬不迭 被翻兵撞作两段 却说卢俊逸引兵在后面厮杀时 不见了前面军马 急寻门路要杀回来 只见邪窝里又撞出翻军来撕兵 辽兵喊杀连天 四下里撞击 左右被翻军围住在该心 卢俊逸掉拨重将 左右冲突 前后卷杀 巡路出去 众将杨威耀武 抖授精神 正奔四下里撕杀 呼见阴云闭合 黑雾遮天 白昼如夜 不分东西南北 卢俊逸心慌 急引一只军马 死命杀出 大辽兵马听得前面鸾铃声响 纵马引军赶杀过去 至一山口 卢俊逸听得里面人与马撕 领兵赶将入去 只见狂风大作 走时飞杀 对面不见 卢俊逸杀到里面 约莫二更前后 方才风静云开 复见一片星斗 众人打一看时 四面尽是高山 左右是悬崖峭壁 只见山川峻岭 无路可登 随行人马 只见徐宁 索超 韩涛 鹏起 陈达 杨春 周通 李中 邹渊 邹润 杨林 白胜 大小十二个头领 有五千军马 星光之下 带巡归路 四下高山围扎 不能得出 卢俊一道 军士厮杀了一日 神思困倦 且就这里全心一消 暂停战马 明日却寻归路 为之脱离何如 有师为政 四山环绕路难通 原是阴陵死道中 若要全军相托是 除非双翼驾天风 再说 宋江正厮杀间 只见黑云四起 走时飞杀 军士对面都不相见 随军内却有公孙胜 再马上见了 知道此事妖法 即把宝剑在手 就马上作用 口中念念有词 贺声道 即把宝剑指点之处 只见阴云四散 狂风遁兮 大辽军马 不战自退 遥望漫漫殷气 进阶四边散了 宋江驱兵沙头重围 退到一座高山 迎着本部军马 且把梁车投尾相嫌 全坐寨诈 祭典大小头领 于内不见了 卢军义等一十三人 并五千余军马 至天明 宋江便遣忽颜拙 林冲 秦明 官胜 各代军兵 四下里去寻了一日 不知些消息 回复宋江 宋江便娶玄女客 焚香占卜以罢 说道 大象不妨 只是现在幽阴之处 急切难得出来 宋江放心不下 遂遣谢真 谢宝 伴作猎户 绕出来寻 又拆十千 石勇 断景柱 曹正 四下里去打听消息 且说谢真 谢宝披上虎皮袍 拖了钢叉 只望深山里行 看看天色向晚 两个行到山中 四边只一望 不见人烟 都是乱山迭杖 谢真 谢宝 又行那几个山头 事业 月色朦胧 远远地望见山盘 一点灯光 弟兄两个道 那里有灯光之处 必是有人家 我两个且寻去讨些饭吃 望着灯光处 拽开脚步奔将来 未得一里多路 来到一个去处 望着树林 破二座三树间草屋下 破壁里 闪出灯光来 谢真 谢宝推开山门 灯光之下 见是个婆婆 年老六旬之上 弟兄两个放下钢叉 那头便败 那婆婆道 我只到试隐 寒儿来家 不想却是客人到此 客人休拜 你是那里猎户 怎生到此 谢真道 小人原是山东人士 就日是猎户人家 因来此间做些买卖 不想争撞着军马热闹 连连厮杀 以此销舌了本钱 无慎生离 弟兄两个 只得来山中 寻讨些野味养口 谁想不识路径 迷宗诗迹 来到这里 头宅上赞速一消 望老奶奶收留 则个那婆婆道 自古云 谁人顶着房子走离 我家两个孩儿 也是猎户 敢如今便回来也 客人少坐 我安排些晚饭 与你两个吃 谢真 谢宝谢道 多赶老奶奶 那婆婆入里面去了 弟兄两个 却坐在门前 不多时 只见门外两个人 扛着一个张子入来 口里呼道 娘 娘 你在那里 只见那婆婆出来道 孩儿 你们回来 且放下张子 与这两位客人 撕见谢真 谢宝慌忙下拜 那两个打理一爸 便问 客人何处 阴慎到此 谢真 谢宝便把雀才的话 再说一遍 那两个道 俺祖居在此 俺是刘二 兄弟刘三 父是刘一 不幸死了 只有母亲 专靠打猎迎生 在此二三十年了 此间路径甚杂 俺们尚有不认的去处 你两个是山东人士 如何到此间 讨的一饭吃 你修满我 你二位 敢不是打猎户吗 谢真 谢宝道 寄到这里 如何藏的 时速与兄长 有失为证 风鸾重叠绕周遭 兵线该心不可逃 二姐预知消息时 便将踪迹混于桥 当时谢真 谢宝 跪在地下 说道 小人们果是山东猎户 弟兄两个 换作谢真 谢宝 在梁山坡 跟随宋公明哥哥 许多时落草 今来受了招安 随着哥哥来破大辽 前日正与贺统军大战 被他冲散一只军马 不知现在那里 特差小人弟兄两个 来打探消息 那两个弟兄笑道 你二位既是好汉 且请起 俺只与你路头 你两个且少做 俺煮一腿张子肉 暖杯涉酒 安排请你二位 没一个更次 煮的肉来 刘二 刘三管带解真 谢宝 饮酒之间 东问道 俺们久闻你梁山坡 宋公明 替天行道 不损良民 直传间到俺辽国 谢真 谢宝便答道 俺哥哥以忠义为主 是不扰害善良 单杀烂官酷吏 以强凌弱之人 那两个道 俺们只听得说 原来果然如此 进阶欢喜 便有相爱不舍之情 谢真 谢宝道 我那只军马 有十数个头领 三五千兵族 正不知下落何处 我想也得好一片地 来排陷他那两个道 你不知 俺这北边去处 只此间是幽州管下 有个去处 换作青史玉 只有一条路路去 四面近是悬崖峭壁的高山 若是填色了那条 入去的路 再也出不来 多定只是陷在那里了 此间别无这般宽阔去处 如今你那送先锋屯军之处 换作独路山 这山前平坦地面 可以厮杀 若山顶上望时 都见四边来的军马 你若要救那只军马 舍命打开青史玉 方才可以救出 那青史玉口 必然多有军马截断这条路口 此山百数极多 唯有青史玉口 两株大百数最大的好 行如散盖 四面近接望见 那大树边 正是玉口 更提放一见 贺统军会行妖法 叫宋先锋 破他这一件要紧谢真 谢宝得了这言语 拜谢了刘家弟兄两个 连夜回再来 宋江见了 问道 你两个打听了些分晓吗 谢真 谢宝却把刘家弟兄的言语 被细说了一遍 宋江诗经 便请军师无用商议 正说之间 直见小肖报道 段井柱 石勇引将白胜来了 宋江道 白胜是与卢先锋 一同失陷 他此来必是有意随即换来帐下问石 段井柱先说 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渐边观望 只见山顶上一个大沾包滚江下来 我两个看石 看看滚到山脚下 却是一团沾山 里面四围裹定 上用绳索紧栓 直到戍边看石 里面却是白胜白胜便道 卢头领与小弟等一十三人 正厮杀间 只见天昏地暗 日色无光 不便东西南北 只听得人与马思之间 卢头领便叫止顾沙江路去 谁想深入重地 那里尽是四围高山 无计可出 又无粮草皆计 一行人马 时势艰难 卢头领拆小人 从山顶上滚江下来 寻路报信 不想正撞着石勇 断井柱二人 望哥哥早发救兵 前去接应 实则诸将必然死以 有失为证 青石玉中人马县 绝无粮草及饥荒 岸将白胜种粘果 滚下山来报宋江 宋江听罢 连夜点起军马 令谢真 谢宝 为头引路 望着大柏树 便是玉口 传令叫马步军兵 并立杀去 勿要杀开玉口 人马行到天明 远远地望见山前两株大柏树 果然形如散盖 当下谢真 谢宝引着军马 杀到山前玉口 贺统军便将军马摆开 两个兄弟 争先出战 宋江军将要抢玉口 一骑向前 豹子头林冲 飞马仙道 正迎着贺拆 骄马只两合 从肚皮上一枪朔着 把那贺拆朔于马下 不军头领见马军仙道赢了 一发都奔将路去 黑旋风李逵 首轮双斧 一路离砍杀辽兵 背后便是混使魔王樊锐 丧门神豹絮 引着牌手向冲 离滚 并众多满牌 直杀入辽兵队里 李逵阵营着贺云 抢到马下 一幅砍断马脚 当时倒了 贺云落马 李逵双斧如飞 连人带马 只顾乱舵 辽兵正拥将来 却被樊锐 暴絮两下重牌手撞住 贺统军 见舌了两个兄弟 便口中念念有词 做起妖法 不知道些甚吗 只见狂风大起 就地声云 黑暗暗罩住山头 风惨惨迷和欲口 正坐永间 宋军中转过公孙胜来 再马上撤出宝剑在手 口中念不过数据 大鹤一声道 急 只见四面狂风扫退浮云 现出明朗朗一轮红日 马步三军中将 向前舍死并杀辽兵 鹤统军见做法不行 敌军冲突得紧 自五刀拍马杀过阵来 只见两军一起混战 宋将杀得辽兵东西乱窜 马军追赶辽兵 步军便去扒开欲口 原来被这辽兵重重叠叠 将大块青石填塞住这条出路 步军扒开欲口 杀进青石域内 卢俊义见了宋将军马 皆称惭愧 宋将传令 交 且修赶辽兵 收军回独鹿山 江西被困人马 卢俊义见了宋将 放声大哭道 若不得人凶垂就 挤丧兄弟性命 宋将 卢俊义同无用 公孙胜并马回寨 江西三军 结甲赞歇 次日 军师吴学就说道 可乘此机会 就好去幽州 若得了幽州 辽国之王 唾手可待 宋将便教卢军义等 一十三人军马 且回冀州全歇 宋将自领 大小朱江军族人等 离了独鹿山 前来攻打幽州 贺统军正退回在城中 位折了两个兄弟 心中好生纳闷 又听了探马报道 宋将军马来打幽州 翻军越荒 众辽兵上城观望 见东北下一簇红旗 西北下一簇青旗 两标军马奔幽州来 急暴与贺统军 贺统军听得大惊 亲自上城来看时 认的是辽国来的旗号 心中大喜 来的红旗军马 近写银字 这只军乃是大辽国 驸马太真虚庆 只有五千余人 这一只青旗军马 其上都是金字 近叉至尾 乃是李金吾大将 原来那个藩官 正受皇门侍郎 左职金吾尚将军 姓李明吉 呼为李金吾 来李陵之后 因袭金吾之绝 建在雄州屯渣 部下有一万来军马 侵犯大宋边界 正是此辈 听得了主折了成子 因此调兵前来驻战 贺统军见了 使人去报两路军马 且休入城 叫去山背后 埋伏暂歇 待我军马出城 一面等宋江兵来 左右掩杀贺统军 传报已了 遂引军兵出幽州营帝 宋江诸将已进幽州 无用便道 若是他闭门不出便无准备 若是他引兵出城营帝 必有埋伏 我军可先分兵两路 坐三路而进 一路直往幽州进发 营帝来军 两路如羽翼相似 左右互持 若有埋伏军起 便交这两路军去营帝正式 水来土掩 兵至降营 有师为政 堂堂金谷镇天台 知事援兵特地来 莫向镇前干打哄 血流飘楚更堪哀 宋江便拨掉官圣 带宣赞 郝斯文 领兵在左 再调护炎卓 带丹廷归 魏定国 领兵在右 各领一万余人 从山后小路 漫漫而行 宋江等引大军前来 竟往幽州进发 却说贺统军引兵前来 正迎着宋江军马 两军相对 临冲出马与贺统军交战 斗不到五合 贺统军回马便走 宋江军马追赶 贺统军分兵两路 不入幽州 绕城而走 吴用在马上便叫 修改 说由未了 左边撞出太真驸马来 已有官圣 恰好迎住 右边撞出李金吴来 又有忽炎卓 恰好迎住 正来三路军马 欲助大战 杀得失衡遍野 流血成河 贺统军情之辽兵不胜 欲回幽州时 撞过二将 接住便杀 乃是花容 秦明 死占定 贺统军欲退回西门城边 又撞见双枪将董平 又杀了一阵 转过南门 撞见诸筒 接着又杀一阵 贺统军不敢入城 撞条大路 望北而去 不提防前面撞着阵三山黄信 捂起大刀 直取贺统军 贺统军心慌 措手不及 被黄信一刀正砍在码头上 贺统军弃马而走 不想邪窝里撞出羊雄 石秀两个步军头领齐上 把贺统军粘翻在肚皮下 宋万挺枪 又赶将来 众人只怕真功坏了一起 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 那队辽兵已自掀散 各自逃生 太真驸马 剑统军队里倒了帅自棋 军效慢散 情之不济 便演了这镖红旗军 从山背后走了 李金吾正战之间 不见了这红旗军 料到不济世 也演了这镖青旗军 望山后退去 宋江见着三路军兵 进阶退了 大驱宋军人马 奔来夺取幽州 不动声色 一鼓而收 来到幽州城内 扎住三军 便出榜 安抚百姓 随即差人 急往潭州报捷 请赵淑密 移兵记州把守 就取这只水军头领 并传之 前来幽州听调 却叫傅先锋 卢俊逸 分手罢州 又得了四个大郡 赵安抚 见了莱文大喜 一面伸走朝廷 一面行一计 罢二州 说此大辽国 渐渐威夷 便差水军头领 收拾进发 勘探北方大郡 一时收复归宋 有诗为证 胡出鲁莽一击谋 三路军兵不列仇 勘献宋江能用武 等贤谈笑取幽州 且说大辽国主 升登宝殿 会及文武藩官 左丞相幽西背锦 又丞相太师楚奸 统军大将等众 当庭商议 急目宋江亲夺边界 占了暗思作大郡 如今又犯幽州 早晚必来侵犯皇城 燕京难保 贺统军弟兄三个蚁王 幽州又诗 如等文武群臣 当国家多事之秋 如何处置 有大辽国都统军 勿言光奏道 郎主勿忧 前者奴婢累赐 只要自去领兵 往往被人阻当 以致养成贼士 成此大祸 扶起亲将圣旨 任臣选掉军马 会和诸楚军兵 刻日兴师 勿要秦获宋江等头领 恢复原夺城池 郎主准奏 遂赐出明珠虎牌 金印赤纸 黄月白毛 朱番灶盖 金赋与物言统军 不问金之玉叶 黄清国妻 不简适合军马 并听爱卿调遣 速遍起兵 前去征进物言统军 领了圣旨兵符 便下轿场 会及诸多藩将 传下将令 调遣诸楚军马 前来侧应 却才传令以罢 由统军长子物言严寿 直至沿武亭 上顶父亲道 父亲一面整点大军 孩儿先带数员猛将 会及太真驸马 李金吾将军 二处军马 先到幽州 杀败这蛮子们八分 待父亲来时 梦中捉鳖 一股扫青送兵 不知父亲军役如何 物言统军道 无而言 见的是羽 如突起五千精兵 二万就做先锋 即便会同太真驸马 李金吾 刻下变形 如有结音 与习非报 小将军 欣然领了号令 整点三军人马 静本幽州来 不是这个物言小将军 前来诺战 有分教 幽州城下 变为九里山前 湾水河边 翻作三江渡口 正是 万马奔驰天地帕 千军踊跃鬼神仇 毕竟物言小将军 怎声诺战 且听下回分解 别人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